多难兴邦,遥想当年大英帝国玩转工业革命1.0的时候,那绝对是牛到爆的。 作为宿敌的法国,依旧是农业为主,被英国摁倒在地上反复摩擦。 而且,英国当时狠贼,眼看法国也要玩工业革命,英国存心找法国谈自由贸易,法国傻不拉几的同意了。 实际情况是,英国有优势的产业,英国人搞自由贸易,英国人没有优势的产业,英国人搞保护。 反观法国,全行业都搞自由贸易。 结果,被英国的产生皮尔光抽得飞起来。 另一头,英国还在全世界跟法国队抢殖民地。 最终,法国大革命爆发,那个有可能威胁英国的法国倒地不起了。 接下去,我们看到法国非常紊乱。 一会儿吉伦特派,一会儿恐怖的雅各宾,反正就是在英式自由和举国体制反复摇摆。 英式自由给了商业长足的发展,产权保护更好。 举国体制可以让工业化先行崛起,不至于被英国人摁倒在地上摩擦。 国运要起飞,两个必须都要有,可当时又不能兼得。 某种程度上,法国算是人类工业革命开始后第一个遇到这个困境的后进国家。 反复折腾,法国人想明白了,没有发达的工业化,什么私有产权保障都无用。 拿破仑一世横空出世,就是意味着法国要搞举国体制往死里玩命发展。 当然,拿破仑又失败了,法国又一次被抽耳光抽得飞起来。 在短暂的复辟过程中,法国制造业的崛起从来没有停止。 一直到拿破仑三世上台的时候,法国已经摸索出一套机制,有形之手强力干预产业。 但是,对标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也是可以进行,内部的私有产权保障也可以提高。 本质上,还是工业化先行,底子打好了,然后才可能有其他一切。 事实上,拿破仑三世时期,英国人又来谈自由贸易协议了。 这可把法国人吓坏了,毕竟,前面一次法国人死伤无数的代价历历在目。 然而,最终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叠加法国工业化已经很牛了。 英国这次也确实是真的要玩自由贸易,各行各业已经都有竞争力了。 所以,英法首次联合玩自由贸易。 这也是后来英法联军对付中国的起点。 国运这东西就是这样,今天的敌人,明天的朋友。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 一战后的法国日子苦哈哈,所以抢逼德国赔钱。 德国被逼急了,二战期间再次让法国亡国、法国人直接吐血。 二战结束后,原本的大企业都不靠谱了,因为这些企业普遍跟纳粹合作过。 另一边,被打烂的法国原本的工业基础严重被削弱,储蓄没有了,居民家庭穷得一塌糊涂。 于是,法国又遇到了此前的困境,是先行发展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先行举国体制把工业搞起来。 法国以内务部为核心,通过贷款、特许经营、行政指令的方式,以巴黎为原点,开始积极影响法国的国企和中小企业。 事实上,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是以国企为主导的,民企大企业靠不住,中小企业靠不上。 此外,虽然经济增长是依赖市场经济,但是收入分配则严格根据有形之手的意志进行在分配,杜绝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 很明显,法国始终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当作重中之重。 反观隔壁的英国,情况就很有意思了。 由于以前英国只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殖民地经济和金融垄断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收入,英国政府强势干预产业的传统并不强势。 因此,当需要发展产业政策的时候,英国政府根本发不上例。 不得不说,这个问题至今还严重影响着英国,使得英国的工业制成品毫无竞争力。 另一边,二战前由于长期享用金融套利,英国的银行间接融资支持工业的机制也不发达。 所以,当美国取代英国当世界老大的时候,英国自由开放的股市根本没法支持工业产业发展。 毕竟,股市只看短期收益,根本不关心长期利益。 只有银行才可以在政策的指导下以长周期亏钱的方式支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股市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当初作为世界老大哥的巨大优势,反而成了二战后英国的超级短板。 必须看到,只有世界老大哥才可以完赚自由的金融市场,才可以全面发展,直接融资为主。 后进国家其实是没法这么干的,否则工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当年的优势,如今成了卡住英国发展脖子的劣势,历史就是这么反讽。 现如今,英国企业普遍选择保守经营,很多都是选择自有资金经营,而不是像美国企业那样各种搞钱疯狂扩张。 因此,在二战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根本发展不过法国也是必然的了。 当我们各种谈论制度模式的时候,其实这个太抽象了。 真实的情况是,国家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国家与世界帝国是什么样的关系,都会严重约束自己的发展天花板。 法国作为第一个赶超型后进国家,由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始终保持着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的传统。 反观英国,恰恰由于工业革命1.0从这里出现,所以如同诅咒般,严重束缚了英国的制度创新和变革,使得现在的英国面临长期反平之路。 同样的招式,过去对的,或许是未来灾难的来源,反之亦然。 所以,今天网上很多人奢谈美国制度如何如何优秀,可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就像美国也是吸取了自己建国后100年左右的惨痛历史,也保留了政府干预产业的传统,这才让美国避免了英国的很多失误。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其实是极为血腥残酷的,谁输了谁倒闭。 其实,放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来看,逻辑也是神似的。 今天的中国,同样也是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不追赶不行,周边多少国家想要抽我们耳光。 然而,如果只有举国体制,却没有为产权保护提供必要的土壤,则未来也很难走得很远。 因此,如同当年的法国一般,始终处于产权保护和举国体制工业化赶超两大核心目的之间摇摆。 有选择吗?其实几乎没有。 工业革命确实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工业革命也是有非常变态的一面。 没有工业基础,什么都不用谈,看看法国。 光有工业基础,没有产权保障,也是走不远的,看看苏联老大哥。 光有产权保障,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后果也是很严重的,看看英国。 我们一直说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坦率说,谁家不是呢? 也因此,我们必须开放思想,还不能简单锚定某一条路,就是绝对真理。 英国的例子给人启发巨大,过去谈及英国的制度是世界普遍的共识,日本人更是参考了很多。 可是,二战后,谁还会去谈及英国有什么制度优势呢? 世人皆是木强心态,可强为什么会强,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工业化是基础,产业升级是必然,否则后面什么都不要说了。 然而,没有必要的产权保障,我们未来也会遇到这些列强过去的心酸路的。 因为,产权保障和工业化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缺一不可。 而在美国拼命打压我们的今天,如果少了这份理性思考,就是一味强调产业升级,其实也是中了人家的招啊。 强国之所以是强国,都是在巨大的磨难中愿意变革自我。 如果没有几十年前的变革,又何来今天我们的世界老二的江湖地位,国运不相信眼泪,战争周期下,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